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洪草南路 在这里啊有一家很红火的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店 大家看看啊 我现在大概是五点钟左右就已经到了 我觉得我已经算早的了 但大家看看 还有比我更早的 甚至这有一位 断腿哥 他的腿呢好像已经受伤了 但是他也在这排队要吃火锅的样子 我们来问问好吗 你是排队来这边吃火锅 为什么这么深残至尖啊 因为不太有所用过来 因为他们怂恶过来 你都这样了还要怂恶你过来 他们也是太残忍了 我问一下你们朋友啊 你们怎么可以对你朋友这么残忍啊 把他从病床上就抬下来了 他自己要吃啊 他自己要下来啊 为什么一定要吃这家呢 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这家好吃吗 所以腿断不断无所谓 对不对 你们排了多久 排了三个人 排了半个小时 下午五点 好多人都还没有下班呢 竟然这家店门口已经排取了这么多的人 不排队不算过长假 第二站今日牛市 等位号121号 上榜里游 潮汕鲜牛肉火锅 坐着轮椅来排队 几点钟来的 四点钟来的 他们来排队的 然后我们差不多四点半左右来的 然后就是他们站的位置来就吃了 所以让他们等 你来了就直接吃 羊部区赶来的 所以说比较远一点 羊部区赶到这里来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啊 说这里的牛肉比较新鲜啊 然后说味道比较好 那你们的牛肉呢 好像桌上已经没有了 点了好多都干光了 这个锅里还有吗 锅里都吃完了 是吧 大概十盆有了 十盆牛肉 牛有关系的大概十盆都不止 就是牛味特别的浓郁 牛味特别的浓 对呀 因为都是牛身上的肉嘛 感觉这边的牛肉特别的嫩 很新鲜 和弟弟一样也比较喜欢吃 它背上这个吊笼这个部位 在背上 我们刚才那个 我们家小朋友 桌上还有一块 刨丁解牛这个图对不对 对对 让你就吃了这块 然后相对应 我吃的是哪一块 我知道 然后根据它这上面提供的时间 然后来煮烧的话 感觉就是口味更加好一点 我们看了一下菜单啊 基本肉的价格在38 48元左右一盘 价格合理 也是人气旺的一大原因 我们是网上预定的 网上还能预定 好高级啊 所以就不用排队了 耶 是吧 我们省了好长时间 那怎么这么自信啊 只做牛肉 不怕不好吃吗 怎么样味道 感觉味道还可以啊 这汤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给我们捞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我们都捞完了 好多 来 放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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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先想问一下 这个是哪块部位啊 这是牛的 牛背脊上面的肉 背脊 那适合煮多久啊 一般我们煮5-6秒 但是一般不会超过10秒钟 嫩比较口感好一点 不同的部位都有不同的涮煮时间 涮太久 肉就太老吃不出嫩的感觉 所以一般煮一部肉 立马就被大家消灭掉了 还有这里的牛肉 它是保存只在16个小时以内的 保证是新鲜的 所以我们冲了这个来的 16小时以内 肯定是保证热气的牛肉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我应该去厨房 探探究竟啊 谢谢 食客们都说 是被店里面16个小时之内 朝上热气牛肉 端上上海餐桌的广告语打动的 究竟这16小时真有此事吗 你好大厨 打扰一下你啊 你们现在 哇你看 这个好大一个脊椎啊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用这个是用来熬汤的 熬汤的 所以这是 大家都是在这边现切牛肉 热气牛肉 对对对 那它到底有多新鲜呢 一般我们现刷下来到 这里到客厅食用的话 应该是三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 可是我刚听有时刻说 就是16个小时啊 那是刚开业的时候 我们直接从槽上硬过来的 全部都是杀好的 从槽上硬过来 现在不用了 我现在我们直接从槽上 拉活牛来这边杀的 所以就大大缩短了这个时间 这家店每天要消化掉两头牛 蒸蒸两头牛哦 你要是想吃 记得提前来排队哦 不排队 不算过长假第二站 今日牛市 那就是 这次认为